- 长生生物今日早间紧急发布公告停牌,如果它没有停牌,370亿元这一数字帝然会变得更大,受疫苗行业的负面新闻的影响。 - 今天,23月A股开盘,疫苗板块集体大跌,长春高薪,000661,SV,智飞生物300122,SV,抗泰生物300601,SV,沃森生物300142,SV四只个股跌停,截至上午9点40分发稿,初步统计生物疫苗板块51只个股,除去已经停牌的三只。 - 开盘市值已经蒸发于370亿元,不过,处于舆论风暴演的长生生物002680,SV在经历五连跌停之后,近日早间紧急发布公告停牌,由此暂时躲过一劫,如果它没有停牌,370亿元这一数字帝然会变得更大。 - 在23日早间,位于跌幅榜前列的多位医药类个股,略显尴尬的是,食品安全概念股早盘迷失走强,天锐益气300165,SV更是直风涨停。 - 中国平安的研究报告认为,周末来自疫苗行业的负面新闻,大概率会冲击生物医药行业。 - 从早间的盘面看,生物医药板块分红个股连疗无几,疫苗黑天鹅引发公众消息舆舆论要求一查到第7月15日幕后,每日经济新闻独家报道了长生生物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各省份推广团队立即通知辖区内的区线疾控机构集结种单位,立即停止使用该公司的狂犬疫苗,立即就地方存该公司狂犬疫苗的消息。 - 美京记者,彭粉社随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通过飞行检查,发现长春长生生物动肝人用狂犬病疫苗生产存,在记录造假等严重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行为,责令长春长生停止生产狂犬疫苗。 与此同时,监管部门收回长生生物自公司,长春长生相关要批GMP证书,长生生物也发布信息称,对有效期内所有批次狂犬病疫苗账回。 由此,长生生物引发的疫苗黑天鹅正式爆发。 长生生物续月十九日晚公告称,长生生物,2017年,25万只吸附无细胞百白破联合疫苗,简称百白破检验不符合规定。 而这25万只疫苗,几乎已经全部销售到山东,库存中仅剩186只。 随后,神交所方还对长生生物百白破之间停产,披露不及时等信息表示关注,并要求后者做出说明。 这则公告引发了舆论对于长生生物背后究竟还藏有多少秘密,至今这些疫苗何在,是灵性个案还是行级问题的疑问,随着事件挖掘的深入。 某次媒体发布的《疫苗之王》一文,将舆论焦点从长生生物单一的疫苗事件,演向了对整个疫苗行业的焦虑,文中除了长生生物,还涉及康态生物,长存高薪等多家制药企业。 7月21日晚间,每日经济新闻发布《疫苗之王》火爆朋友圈,签出隐秘富豪发技术一文,进一步揭示了《疫苗之王》中提及的资本大老杜伟民的发家史。 7月21日晚间,据正确时报报道,康态生物动力回应称,公司与长生生物物业务关联。 7月22日晚间,李克强总理就疫苗事件做出批示,此次疫苗事件突破人的道德底线。 必须给全国人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 当月晚间,人民日报发文表示,该事件需要一查到底,才能赎解疫苗焦虑。 7月23日,新华社发NP疫苗企业严重违规,表示要加大触发力度,让违法者倾家倒产,券商周末紧急开会, 却遭同批基金235亿元重仓疫苗股采雷随着舆论发酵,对单一问题疫苗的声号演变, 承对整个疫苗产业安全性的质疑,由长生生物引发的疫苗黑天鹅,不可避免的,对资本市场产生了重贷影响。 自7月16日以来,长生生物连续5个将一日跌停,市值征发减百亿,又券商,基金对长生生物下调平息, 传台证券于7月19日发布研报表示,基于审慎原则,下调长生生物评级致减持,据证券时报报道, 截至7月18日,有7家基金公司,对长生生物进行估值下调, 博时,义方达和九泰基金将其估值下调为14.5元,下调幅度相当于5个跌停, 招商,广发,太大红利,招商和安信基金,把长生生物估值调整为16.1亿元,下调幅度相当于4个跌停。 据新浪财经,随着疫苗事件进一步发酵,券商的医药分析团队,也无法保持沉默。 西南证券,太平洋的医药,团队军计划的周日举行电话会议,其中西南证券的电话会议,已已正式听没主题。 据新浪财经消息,该电话会议受到了西南证券分析师陈铁林立体,其表示对国内疫苗产业充满信心。 图片来源,新浪财经但并非所有分析师都对西南证券已正式听的电话会议表示认同, 同信行业分析师徐利在其微信公众号发文称,请疫苗分析师闭嘴。 随后,7月22日午间,太平洋证券对当天早上电话会议发布指线声明,对造成的误解和困扰。 深表歉意,西南证券医药团队也表示,因专家约时出差,暂取消当晚电话会议。 另据新浪财经报道,此前重仓抗态生物等多只生物医药股票的,复国基金旗下基金经理余阳,为国产疫苗站台。 余阳称,对世界很无语,网络时代很少有人能独立思考。 余阳表示,要对国产疫苗多变信心,但是目前,这条为疫苗站台的朋友圈信息已被删除。 基金经理余阳为疫苗站台的背后,是多只基金重仓持有疫苗论上市公司和不少分析师,在长生生物上的采雷。 根据WIND对基金已公布的二季度数据数理显示,截至7月20日,785只基金产品,持有36只生物疫苗概念个股,持有市值达235亿元。 基金持股比例超个股1%的有17家,其中基金持仓比例最高的两家,就是康泰生物,长春高新,分别达24%,21%,玩数据显,是,一披露二季报的基金中,共有33家基金公司,持有康泰生物。 其中,副国基金16只产品,中欧基金8只产品持股价流通股数,分别达10.22%,1.57%,一披露二季报的基金中,共有66只基金公司,持有长春高新,其中加持基金12只产品,及国泰基金9只产品,分别持有流通股数的2.54%,2.06%,美金欣欣注意到, 根据基金二季报的公布情况,已有至上两只基金新进持仓长春生生物,而据1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共有9家公司旗下的11只基金持股长春生生物,其中,持股最多的为复活天润强势精选,该基金持有长春生物862万股,占进值比4.38%,为了基金前是大持股的第五位, 考虑到基金二季度报告已披露完毕,这也意味着,一季度持仓长春生生物的基金,会已全部成功出逃。 据经济观察网报道,今年以来,方证证券分析师周小刚多次对长春生生物,给出强烈推荐的评级。 此外,中泰证券分析师江琪,东北证券崔杰明给出买入的评级,周小刚曾在赛五月份的研报中将产生生物的目标价调高至31元,并表示2018年狂犬,疫苗预计增长15%到25%,今年净利润有望达10亿元,性价比依然突出, 但前十点继续强烈推荐,黑天鹅习来177万股东一夜难眠,自长生生物疫苗造假被曝光,截至7月20日期是,直征发近百亿, 两万名股东在此次疫苗黑天鹅中苦不堪言,据弯的数据显示,涉及生物疫苗的A股上市公司共有54家, 除开停牌的上海岸市,股东人数共有175万人,54家生物疫苗概念个股,共有16只个股今年涨幅超过10%,其中康泰生物今年的涨幅超100%,位列概念股涨幅榜首位。 从盈利能力上来看,54只生物疫苗概念股中仅有健康人,天鹅生物2017年的净利润超过10亿人,其中净利润超过3亿的共有17只。 不过从毛利率上来看,有35家生物疫苗上市公司,2017年销售毛利率超过50%,占比超6成。 但从医药企业重要的研发指标来看,生物疫苗概念个股中,2017年研发支出,占比超过营收10%的数量仅为10家。 除了沃森生物以外,其他9家研发支出占营收的比例,全部超过20%,本文请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原标题,国产疫苗公司集体暴跌,370亿市值瞬间蒸发,超生生物却躲过一劫,来源,每日经济新闻。